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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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银果 这是我一个广东的粉丝给我寄来的发电机 已经拆成这样了 铜线也拆了 这是一点都不想让我转 然后还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说是长这样的,给大家一个特性 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就看看还有哪些材料 需要我自己重新做 这个铜线我不知道数据 我还得查阅一下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这些配件 先碰上 它寄来的所有东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就看还缺什么 这个防水线没有 这上面还有一个垫片也没有 这个进水口还有配件的也没有 这个钉子的螺丝也是断了,需要把它弄出来 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一处理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一处理这些问题 好多的 打开 切开 切开 刀 voy a切成 $50 用倒把肉倒入 把肉放入 便宜都有 这个进水口的下半部分我已经弄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弄上半部分了 这个进水口所有的配件都已经弄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绕线了 因为这个线圈的数据我是没有的 然后我就查一下相关字尿 询问了那些老师傅 最终我确定了这个线圈的数字 接下来我就开始绕线了 在那个绕线之前 先尿一尿这个线圈的大象 这样穿过来 然后再这样穿过来 这边底着 然后那边要看好位置 然后要拿回去 这样对准了 就这么长 然后在这个绕线器上 养好这个位置 就这样 然后就可以开始绕线了 所以线我都已经绕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下线了 所以我的线我都已经下好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整形 把它弄得好看一点 就这边看到你 就是这个线圈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 我来说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 又这样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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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配件都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缝水线是坏的我换了 轴线我也换了两个新的 铜线我弄好了 然后进水口这些配件都是我自己弄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 组装好了看能不能发电 它拿回来的时候是没有螺丝的 我全部买了新的螺丝 这个粉丝进来的所有东西我都已经弄好了 但是电机和水动力这边是分离的 它是会冻的 所以我接下来要弄一个架子 自己焊一个 这个架子我已经焊好了 接下来我把这个给弄上去 为了弄这个机器我买了好多新的螺丝 这个发电机我已经全部弄好了 接下来我就去试机了 我在这边吃过鸡哦 这边吃过鸡就没用了 没听见就没用 还休一会儿 水要开水吗 这个发电机我已经设好了 等一下我就把输入的发电机给弄好 这期视频就非常的证明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再多ire點 我们再开水 。